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喜欢男人 本来打算敷衍了事 打个招呼就走人的我 眼前灯是一亮 巧了 我也是 达成一致后 我们迅速建立了深刻的革命友谊 从美发聊到了美甲 又从男明星聊到了前男友 我前男友 别提了 脚踏两条船 这头跟我谈着 那头还去勾搭了个男大学生 我乐个去 这你不揍他 这也太恶心了吧 什么人啊 那可不 我揍了一顿狠的 赵玉捂着嘴 滴滴笑了起来 又反问我 那你呢 你为什么分手 他也扎了你 虽说我跟徐月舟瞎说的是八字不合 但其实我们真正分手的理由是诸多因素造成的 我想也没想 随口胡舟 那方面吧 不太和谐 不行啊 赵玉一脸兴奋 凑了过来 很行 但就是太行了 让我怀疑他的心里只有做 没有爱 我话还没说完 赵玉的眼珠子已经转了一圈 翻了个白眼 最后愤恨道 真是憨得憨死 烙得烙死 算了算了 汤底开了 走吧 去调蘸料 说到调蘸料 我还真就第一反应 又想到了这位前男友 徐月舟调的火锅蘸料那是一绝 不愧是家里开连锁火锅店的雾都少爷 毕业都快半年了 我还念念不忘 这不 把相亲地点直接定在了这家新开的火锅店 哎 我前男友调的火锅蘸料特牛P 简直绝了 我跟你说 行啊 你待会调好了 给我尝尝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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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每次都是徐月舟帮我调的 我哪知道怎么调啊 你发微信问问他呗 啊 不好吧 都分手了 万一人家把我杀得多尴尬 就一个火锅蘸料配方 不至于 这样 你给他转一块钱过去 就能看看他删没删你了 好主意 我当即在聊天框里操作起来 结果万万没想到 我的微信自动面容支付 这一块钱直接赚了过去 很快 叮咚一声 对面发过来一个问号 他现在估计感觉挺莫名其妙的 毕竟我现在也觉得挺莫名其妙的 我寻思快过年了 给你发点压岁钱 我反悔了 我现在不想要火锅蘸料配方了 我想要我的尊严 徐月舟的信息很快又弹了过来 没了歌你现在就混成这副调样 我现在甚至能想象出他勾起嘴角 见嘻嘻嘲讽讽我的狗样 还没等我嘴炮输出 手机钉的一声 响起了冰冷的电子播报音 您的支付宝已到账52万元 我的天哪 现在你们话漫话收入那么高呢 赵玉惊了 周围的人也纷纷向我们这桌 投来注目里 他眼睛一转 一屁股坐到我旁边 趴在我耳朵边问 你不会 偷偷 在外面 滚滚滚 姐姐我是正经人 赵玉又翻白眼 抬手推了推我的肩膀 想哪儿去了 我是说偷偷画些不太正经的小漫画 不是 哥们你说话能不能尾音别拖那么长 就在这个时候 身后传来一声赤笑 紧接着 响起了一道熟悉的声音 啊 出息了 拿着我的钱养男人 我回头看去 还真是许悦舟 不对 他怎么来扬城了 我还没反应呢 身旁的赵玉已经拽着我的衣服 蠢蠢欲动了 哎呀 我喜欢这个 你们认识吗 是你朋友吗 赵玉已经激动到雨无伦次了 一个劲的冲我实眼色 就我发正这会儿功夫 许悦舟已经迈着长腿 走到我这桌前面 大庭广众之下 能不能别拉拉扯扯 真是伤风败俗 要腻歪自己回家去 相亲偶遇前男友 这场面 要多抓麻 有多抓麻 我当即拽起赵玉点头道 有道理 我们走我们走 见我真要走 徐悦舟急了 上前攥住我的手腕 不是 苏启文 你还真把他带回家呀 凭什么 你都没带我回过家 咱才分多久 你就把别的男人往家里领 等等 我怎么觉得自己 像个始乱中期的坏女人 我正头疼 就再次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 阿月 怎么了 抬眼望去 是个面容白净的女生 眉目婉约秀丽 说话都是温温柔柔的 这人我知道 徐悦舟的邻家姐姐 洛宇飞 也是她爸妈心里标准的儿媳妇 我挑起个笑 扫了一眼徐悦舟握着我的手腕 徐悦舟 你该不会是心里放不下我吧 徐悦舟这人吧 没别的 一根直肠通大脑 还最要面子 你你你放屁 那最好 我的事你少管 多操心操心别人吧 说完 没再理会徐悦舟 我转身就走 结果走了两步发现 赵玉没跟上来 回头一看 就见她整了整衣领 正冲着徐悦舟自我介绍 你好 我叫 顾文 送我回家的路上 赵玉显得极其兴奋 显然徐悦舟的冷漠 没让她死心 反而把她骂爽了 工作两年 我已经很久没遇到 这么有魅力的男人了 你有没有看到 她刚刚骂我的样子 她是不是会掐着脖子狠狠 唉 青年白日的 你说什么乌言会语 看路 好好开车 脑子里莫名地回想起 刚刚的那个女生 我心里一阵烦躁 开口道 别怪我没提醒你 徐悦舟不喜欢男人 你别去招惹她 小心她揍你 而且 刚刚的女生看见了吧 人家李定的结婚对象 死心吧你 赵玉顿了顿 回忆起 刚刚那个女生 又侧过来打量了我几眼 扎扎嘴道 不应该啊 那女生挺寡淡的 跟你压根不是一个风格 我要是她 肯定还是选你 刚进店一看到你 眼前一亮 这不阳城留一飞 我笑骂道 滚滚滚 就凭赵玉这句话 从今天开始 好姐妹一辈子 没得说 说起来 我俩当时是在酒吧兼职的时候认识的 没错 兼职 她这种家庭的公子哥 居然会在酒吧兼职 某天夜里正工作 前前任带着劈腿后的小妞来找我示威 一打钞票甩在桌上 苏启文 你要跟我玩真杰猎女那套是吧 真以为老子有多稀罕你呢 看待咱们也好了一段时间 分手费 够你一学期生活费了吧 他们打趣地笑着 紧接着 疯狂尖叫起来 我看着手中的酒瓶 靠 这存的酒好像还挺贵 刚好在旁边 拿着衬手 虽然心里痛骂自己怎么砸之前 不仔细看看 但现在鼻已经装了 不能怂 我扫了一眼旁边下得花容失色的女人 把那打钱 洒到了前前任的身上 笑道 我吧 纯粹是因为对你这小孩子 身材没半点兴趣 嘖嘖 这点钱留着去看看老中医吧 也不知道这先天的缺陷能不能治 她恼羞成怒 就朝我扑了过来 没等我动手 猛的一道黑影窜了出来 是徐月舟 她下手比我狠 狠到前前任慌不择路地抱住了我的腿 让我帮她报警 结果 徐月舟更气了 把你的脏手给老子拿开 那天 我俩被双双开除 还赔了不少钱 把剩下的酒都买了 得 不喝白不喝 我和徐月舟在商场天台 喝到名鼎大醉 我问她 徐月舟 你甚至喜欢我 她一口酒腔道 猛地咳嗽 慌乱道 不是 你瞎说什么呢 我心里了然 耸了耸肩 当我没说 结果 就在下一刻 我的酒刚喝一口 整个人就被她拽了过去 是 老子就是喜欢你 怎么了 不行 天台昏暗 她漆黑的瞳孔 却熠熠生辉 见没一条 整个人看起来霸道极了 你紧张什么 老子哪里紧张了 行 如果徐月舟耳朵不是那么红的话 我就信了 我笑了笑接着喝酒 她慌了 凑过来问我 不是 你别不说话呀 我紧张行了吧 我紧张死了 你给我个准话 什么准话 见我继续装傻 她神情更加慌乱 晃着我的胳膊 就是 你对我什么感觉 还行 徐月舟破房了 直到后来喝醉了 还一个劲地问我 还行是个 什么意思 我原本以为 徐月舟这样的人 每根头发丝 看起来 都像有八百个女朋友 我们大概是同样的人 想要有人爱 但无所谓爱我的人是谁 也无所谓 我爱不爱她 相伴一成 好聚好散 应该是大家默认的潜规则 结果毕业前夕 她得知我要回阳城后 二话不说 就要跟我一起回 这是我没有料到的 但让我更没有料到的是 她妈妈居然亲自找来了学校 本来嘛 你们年轻人谈谈恋爱 我是不反对的 但是我们家就这一个儿子 之后肯定是会让她慢慢接手家里的生意 现在眼看要毕业了 这孩子居然要跟你去阳城 她上下打量着我 眼里的意思不言而喻 但语气却极其温和 小苏 你长得好看 人又聪明 肯定不缺男人的呀 没必要缠着我们家周周不放 懂阿姨的意思吧 懂 怎么不懂 这种桥段我都看烂了 当即掏出手机 行 安姨 那您看是支付宝转账 还是微信支付 我都行 咱就别整支票那套 太麻烦了 接着 我就以八字不合为借口 火速和徐悦周分了手 离笑那天 我急着赶飞机 徐悦周堵在了我的宿舍门口 她抓着我的行李箱 脸上是罕见的冷漠 我有话要问你 我知道你要问什么 你妈没骗你 徐悦周 咱俩在一起也两年了 凭你徐少爷的身价 两百万的分手费 不过分吧 我不是没见过这样的场面 曾经那些追我的人 也谈不上什么真心 大家心照不宣 倒也不用说到这个地步 更不用我自清自荐到这个程度 可唯独那天对着徐悦周 我说了不少狠话 连我自己都不知道 是为了什么 后来她松开了手 眼圈红红 对着我冷笑道 行 这钱你要是嫌少不够用 再跟我说 我徐悦周 比谁都玩得起 我和赵玉达成短期同盟 家里人都以为我俩成了 确实是成了 成了好闺蜜 不过 至少我妈那边有了交代 短时间内 也不会再催着我找对象 那天回家后 我把钱给徐悦周退了回去 还顺手把她的支付宝给拉黑了 这人动不动就给人转账的毛病 还真是一点没改 从大学共有的口中 我得知 洛宇飞外派来的 阳城的设计院 至少要待三个月 心中瞬间了然 原来这就是徐悦周 会出现在阳城的原因 我寻思 阳城那么大 徐悦周即便是陪她过来 也待不了几天 多半不会再碰见 结果短短几天 戏剧性的场面再次发生 同样的三个人 我 徐悦周 赵玉 这次不是在火锅店 而是在派出所 夜里 我正在画草图 接到了派出所的电话 等我赶到后 看到了因户被拘留的两个人 徐悦周和赵玉聚众斗殴 被带到派出所 结果两人都指定让我来接 警察叔叔问我 跟赵玉什么关系 我老实回答 男朋友 警察按住了再次蠢蠢欲动的 徐悦周 继续问我 那这人呢 什么关系 前男友 警察叔叔停顿了好一会儿 眼神中透着不理解 但尊重 从警察叔叔口中 我大概了解了 事情的来龙去脉 赵玉和新男友约会 被徐悦周撞见 上厕所的间隙 被他给堵住了 本来也还没到 动手这个地步 谁让赵玉嘴欠的 说了一句 我跟他还没好上呢 徐悦周是吧 我觉得你也挺不错的 要不咱俩试试 后来 事情就变成了这样 说是糊哦 但我其实一眼看去 更像是赵玉单方面挨打 没有人比我更清楚 徐悦周虽然看着轻瘦 脱了衣服 那是一身的肌肉 而且还都是 实打实练出来的 不是为了好看 冲门面那种 当然 徐悦周也挂了彩 看得出赵玉 已经拼命用爪子挠他了 刚出派出所 赵玉就趴在我耳边说 我就是故意 要你来接 我要气死他 谁让他打我 我不喜欢他了 跟我告别后 赵玉火速撤退 当然 也可能是因为 徐悦周在他身上的视线 故于炙热 总之 最后就只剩下我和徐悦周 见我转身要走 徐悦周快步跟了上来 不是 苏启文 这你都能原谅他 谁说我原谅他了 徐悦周眉头促起 有些不明所以 我一本正经道 明天我就上门去捅 他个十七八刀 刀刀避开要害那种 徐悦周气笑了 下意识抬手想来掐我的脸 他的手悬在半空又收了回去 无奈道 少平 老子没心思跟你开玩笑 反正这人不行 趁早跟他断了 徐悦周本来就白 趁得他脖梗间 那几条肾血的抓痕 更加显眼 我有些无奈 你快回去上点药 我转身走向路口去打车 他快步跟了上来 都分手了 你那么关心我伤口干嘛 那都分手了 你那么关心我情感状态干嘛 还把自己搞成这样 我说着 顺手回头戳了一下 他嘴角的淤青 徐悦周当即撕了一声 哎呦个不停 少装 见我拆穿了他的把戏 徐悦周当即立起身子 冷哼道 也这是出于正义感的 见义勇为 你少给自己脸上贴金了 苏启文 我只是 见不得你越找越差 丢的是爷的脸 那我也是出于 道德感的友好关心 我呢 没想往自己脸上贴金 您呢 也少管闲事 玩够了 赶紧回五都 车来了 我刚准备打开车门 被徐悦周一把按住 你真不打算跟他分手 你管我分不分 我趴地打开车门 又趴地关上车门 一套动作行云流水 徐悦周本来想跟着上车的 愣在当场 插着腰吃笑道 好好好 今天算老子翻箭行吧 我他妈多管闲事 我今晚上就走 不碍你眼 苏启文我告诉你 我以后再管你的事 再来见你 我就是狗 徐悦周的意思是 他来阳城 是来找我的 不对呀 他不是来陪洛宇飞的吗 算了 不管那么多了 反正他今晚就回雾度了 一切都与我无关 今天这一晚上 把人类够呛 我本来回了家 想直接休息 结果刚进家门 就被我妈逮住了一顿训斥 纸果然是包不住火的 但我妈到底是怎么知道的 你不喜欢 你跟妈说 何必骗我呢 我要早知道 这个小赵塌塌塌 说了 然后你再给我安排下一个 我不喜欢 就一直想呗 那可不就是这样 总会遇到喜欢的 我妈瞪了我一眼 我打开冰箱 拿了一罐可乐 脑子里骤然浮现出 一整箱刻着我名字的定制可乐 要是搞一个男朋友礼物排行榜 徐悦周送我的那一堆 乱七八糟的玩意儿 大概全都能榜上有名 打开灯光里面 会出现她自己照片的化妆镜 打开开关 会出现徐悦周最爱苏启文 几个大字的电子瓶小风扇 一块刻着愿我们的爱情 坚如磐石的板砖 嗯 真的板砖 她的原画是 又有美好寓意 还能防身 我也是很佩服她 能把这群玩意儿 solo到一起 有点气 但是想起来 又有点莫名好笑 不会遇到了 我咬着吸管 含糊地自言自语 我妈无奈道 那你总不能不结婚了吧 难不成 像您一样 谈个恋爱结一次婚 离一次分一半财产 最后 咱娘俩挤在这个 一百平不到的老房子里 说起来 我们家以前条件也没那么差 至少在我的记忆中 小时候 我都是在几百平的毒洞里醒过来的 家里甚至还有住家阿姨 我妈呢 人好看 有气质 又聪明 就是极其恋爱脑 太容易轻信男人 而且对于给我一个完整的家这件事 有一种莫名的执念 结果就是 每次结婚后 家产被分去一半 不是被哄着投资欲骗 就是被男人卷钱跑路 甚至有次还遇上个赌博的 差点要了我们娘俩半条命 最后是我把菜刀架她脖子上 才逼着跟我妈离了婚 这些男人呢 婚前一个个好的不得了 婚后呢 摊牌了 不装了 以至于 我从懂事以来 拼命地兼职赚钱 没日没夜地接单画图 不停地充实我的小金库 因为只有钱 才能给我带来绝对的安全感 男人乐意给我花钱 是她的事 但我 绝对不会给男人花一分钱 对男人心灰意冷后 我妈倒是看破了红尘 结果又把那股执拗劲 放我身上来了 见老妈不说话 我上前揽住她的胳膊 无奈道 妈 你女儿有手有脚 不去人照顾 而且我才刚毕业 我都不急你急什么 没准明天我一出门 就碰上一个万事都和心意又喜欢的 后天就领证结婚了 这也说不定 是吧 行了 别操心了 睡吧 睡吧 我原本只是随口说说 寻思把我妈哄过去了再说 没成想 第二天一早 还真有人直接送上门来了 谁能跟我解释解释 徐月舟为什么会坐在我家的沙发上 而且还穿着西装革履 人母狗样 一本正经 甚至连领带都戴上了 我妈见我 打开房门 一把拉过我 你在学校谈恋爱了 怎么不跟我说 我俩早分了 妈 你怎么把她带进家里来了 我妈扫了我一眼 把我推进洗手间 警告道 给你十分钟 把自己收拾干净出来见人 啪的一声 洗手间的门被关上 我听见了客厅里我妈的声音 小周啊 你先坐 阿姨给你倒杯水 我们家苏苏平常都起得可早了 昨晚工作太晚累到了 换瓶时 这个点都晨跑回来了 早餐都做好了 原来 我满嘴跑火车 说瞎话不打草稿的优良基因 是从我妈那儿继承来的 紧接着 我又听见了徐月舟附和道 对对对 苏苏在学校那会儿 做息就挺规律的 你怎么知道她做息规律 徐月舟 你不会说话 就把嘴闭上 我也不知道 徐月舟今天找上门来 是想干嘛 又担心她口不择言 我火速洗漱完 撸了个妆 想着把徐月舟先带出家门再说 结果等我来到客厅 俩人聊得可开心了 我妈笑得合不拢嘴 见我出来 我妈冲我招了招手 哎哟 苏苏你快过来 张天师给我看相 说我泪堂平满 色泽明润 年纪越大越有福 以后肯定子女孝顺 儿孙满堂 我妈举着个平板 视频那头的人 是一个穿着紫袍 苍然如己的老人 她自称张天师 我妈自从人生大起大落后 就对这些东西深信不疑 我当时也才会随口 找了个八字不合的借口 跟徐月舟分了手 等等 这个张天师 不会是徐月舟找的吧 果不其然 我还在思考 就听见徐月舟道 阿姨 我来之前 张天师给我和苏苏算过了 说我俩是绝配 鼎配 天仙配 简直是命中注定 天作之和 百年好和 永结同心 闭嘴 我忍无可忍 打断了徐月舟 没想到 她瞥了我一眼 哼哼一声 接着 她自顾自地递过来 一堆的文件 包括但不限于 她二十多年人生的人物记事 个人简历 体检报告 MBTI测试结果 智力测量报告 甚至还有 MBI数据分析报告 我妈没搞清楚状况 被她哄得一愣一愣的 还真就仔仔细细看了起来 我一把拽过徐月舟 咬牙轻声道 徐月舟 你究竟想干嘛 她眨眨眼 一脸无辜 你看吧 我就知道 你俩迟早要断 原来 我妈会知道 昨天的事 都是因为 徐月舟这个狗东西 所以呢 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你一大早跑来我家 究竟想干嘛呢 我请问 这不挺明显的 各凭本事 竞争上岗呗 怎么 还不许下岗员工再就业 拳头硬了已经 她还凑上前来 不要脸的小声问我 你说 我要不要去找 拍出所的朋友 把我的酒店开房记录 也打印出来 以证明我的清白之躯 只被你玷污过 滚 很显然 我妈极其喜欢徐月舟 即便是我已经跟她在三表示 我和徐月舟在毕业之前就分手了 结果 我都变好原因了 她也没问 只说 谁让你在外面乱来 不是 我哪乱来了 我一时有些语无伦次 也不知道徐月舟跟我妈胡说八道了些什么 现在好了吧 玩过头了 男人找上门来要名分了 反正 我觉得小周挺好的 人家连嫁妆都带来了 还说不介意当上门女婿 而且 我看着 人家挺喜欢你的 你昨晚不还说吗 没准今天出门就碰上了 那张天师说的还真挺准 你俩没准还真 就是三世情缘 我的拳头已经帮硬了 我妈居然还让我送徐月舟出门 刚出门 我当即揪住徐月舟的耳朵 冷笑道 我记得某人不是说 昨晚就会误度吗 某人是不是还说了 在见我就是 哇 徐月舟比我高出许多 此刻被我揪着耳朵 被迫俯下身 她微微侧过脸 那双漆黑透亮的毛子 就在咫尺之间 亮晶晶的 没有任何杂质 久违的心跳 在这一刻 咚咚的响个不停 可是我只要想到 若宇飞 刚刚那点悸动 瞬间戛然而止 见我松开了手 徐月舟顿了顿 又凑了上来 怎么了 苏启文 你现在手劲可没之前大了 跟脑痒痒似的 板着个脸干嘛 行行行 你重新再揪一次 也这次保证嗷嗷叫 行不行 之前每次和徐月舟打闹 我都会说 要把她揍得嗷嗷叫 结果最后打着打着我生气了 她为了哄我 抓起我的拳头 就往自己身上招呼 然后哎呦呦地 扯着嗓子喊疼 现在她也想抓起我的手 结果被我甩开了 徐月舟 你别闹了行不行 你要是觉得 之前我完了你 你不爽 想来报复我 都OK 但是你别闹到 我家里来 你今天演这一出 我妈是真的会当真的 她让我相亲 就是想让我结婚 她确实很喜欢你 你能不能别玩了 徐月舟的身体僵制住 她眼瞼垂下 闷闷开口 我没有玩 我吃笑一声 漫不经心的 怎么 徐少爷还真要留在杨城 当上门女婿 难道你真能跟我结婚 你怎么知道我不能 刹时间 四周连空气都沉寂了下来 喉咙莫名有些哽咽 我想说些什么 却又不知道该说什么 刚开始答应 和徐月舟谈恋爱的时候 也说不上有多爱 毕竟我的每一任 或多或少 都有过喜欢 不然也不会在一起 我原本以为 我们对于 这段感情的定位 是心照不宣的 可是徐月舟的感情 过于真诚炙热 我没法自欺欺人 什么样的生活 我都体验过了 好的坏的 富裕的 窘迫的 上层的 底层的 什么样的男人 我也都见识过了 柔情利益的 权衡利弊的 满口谎言的 还有两面三刀的 徐月舟 她没法归到任何一类 至少她和他们都不一样 也才会第一次 让我有种望而生畏 又无法果断抽身的矛盾感 以至于她的妈妈 找上门来时 我才觉得 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 我和徐月舟的结局 本就该是这样 宝宝 徐月舟俯下身 抬起手来想摸我的脸 她越靠越近 理智告诉我要躲开 然后跑回家 关上门 很奇怪 我竟然不想躲 可就在这个时候 刺耳的手机灵打破沉寂 瞬间将我的理智拉了回来 我躲开了 徐月舟的手悬在半空 最终接起了电话 喂 菲姐 怎么了 紧接着 徐月舟的脸色一变 挂断电话 她紧张到 菲姐在公司晕倒了 她刚来阳城 也没其他人 我得去医院一趟 将心里的不是抹掉 我赶紧到 嗯嗯 行你快去 要是有什么可以帮忙的 随时跟我联系 我话音刚落 她一把钻起了我的手腕 你干嘛 跟我一起去 我看着徐月舟正疑惑 就听见她说 我不放心 不放心你赶紧去啊 还耽搁什么 结果 她再次俯下身 看着我认真到 把你放在这胡思乱想 我不放心 鬼使神差的 我真的跟徐月舟来到了医院 可是连到病房前 我却停下了脚步 一墙之隔 我听见了徐月舟妈妈的声音 等那小子来了 我一定要好好教训教训她 来之前三令五身 让她好好陪着你 结果 你出了事 他人呢 你爸妈都在国外 还好没什么大事 要真出了事 我怎么和你爸妈交代 真没事 阿姨 就是滴血糖 看着没动静挺吓人 其实没那么严重 您不必特意跑那么一趟 而且 阿月是来创业考察的 她有自己的事要做 徐月舟妈妈冷哼一声 道 最好是这样 就怕这小子 有别的心思 我就是有别的心思 徐月舟二话不说 拉着我进了房间 看见我的那一刻 徐月舟妈妈当场变了脸色 我下意识地想抽出手 结果被徐月舟抓得更紧 我要结婚了 你结婚 你跟谁结婚 徐月舟妈妈吃笑一声 漫不经心地扫了我一眼 压根没把徐月舟的话放心上 还能有谁 苏启文 救她 徐月舟举起紧握着我的那只手 还冲我挑了个眉 然后 在她的注视中 我抽出了自己的手 微笑道 徐少爷肯定是误会了 我没有结婚的打算 瞧瞧 人小姑娘不愿意呀 乖儿子 结婚可不是做生意 不能强买强卖 徐月舟看着我 仍是很执拗 不 她愿意 掰过我的身子 她小声在我耳边说 苏启文 你不是在相亲吗 不就是要找人结婚吗 我知道 你喜欢钱 我有钱 我妈之前给你两百万是吧 只要你跟我结婚 我可以给你很多个两百万 你要是不喜欢我了 没关系 但我怎么着也算个还不错的结婚对象吧 你只要跟我妈说 你愿意跟我结婚 剩下的事都有我来搞定 我从她透亮的瞳孔中 看到了自己的倒影 接着 我看着她一字一句道 我不愿意 回到家 我才看到我妈的短信 她临时有事回我外婆家了 第二天才回 让我自己做饭吃 少点外卖 然后 我就点了一桌的炸鸡烤串和啤酒 关着灯梭在沙发上看电影 人的情绪大概是有点滞后性 我也不知道看着电影 哪个情节 哪个镜头 触动到我 去你妈的 滚 都滚 我自认为是一个适应性极强的人 从回到阳城的那一刻起 我就已经逐步地把过去的情感和生活状态格式化了 直到徐悦中的重新出现 让我犹豫不决 又让我重新陷入所谓尊严的沼泽 今天下午 她看着我 告诉我要跟我结婚的时候 说不动摇是假的 堵妈 堵她这种为了我和家人反目的年少轻狂 会持续多久 一年 五年 还是十年 二十年 但是过往的所有经历 以及妈妈的前车之鉴 都在告诉我 哦 你就输了 我跟徐悦周不一样 她做事 只管想不想 而我却要考虑 能不能 随意抹掉下巴的泪水 我仰起头 将啤酒一眼而尽 瞬间将空的啤酒罐捏成一团 干脆利落地 抛进了远处的垃圾桶 明天 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就在我已经下定决心 要离徐悦周一家人远远的时候 接到了骆雨菲的电话 她告诉我 她和徐悦周 是纯粹的邻家姐弟关系 所有的一切 都不过是徐悦周妈妈的一厢情愿 徐悦周是为了你才来到阳城的 我不过是让他妈妈放行的幌子罢了 你们小情侣的是 我可不想再掺和了 道歉 你们什么关系 都与我无关 我和徐悦周早就分手了 骆小姐 今天下午你也看到了 我们闹得挺不好看的 以后也不会再见面了 那头的背景很嘈杂 骆雨菲倾笑道 那我可管不着了 我这边还有工作 没时间守着一个罪鬼 地址发给你了 来不来看你自己吧 徐悦周的酒量一如既往 差就算了 还死庄 徐悦周 醒醒 你住的哪个酒店 我就知道宝宝你不会不管我的 他圈住我的腰 一个劲地蹭 我无奈地叹了口气 结果摸遍他全身上下的兜 没找到房卡 也没找到身份证 他以为我在跟他闹 抓住我的手 胡言乱语道 别别别别 这是在外面 你急什么 猴急猴急的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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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 忍无可忍 我啪地给他脑袋一个暴力 清醒了吗 清醒了 我跟你说 今晚上我带你回家 你给我老实点 别耍酒疯 耍酒疯 我就不管你了 把你扔大马路上 懂了吗 懂 所幸 徐悦周没有醉到狂吐不止 走不了路的地步 四肢是能动的 脑子是不清醒的 嘴是碎碎念得不停的 就在一切都收拾妥当 他终于老老实实地 躺在了我家客厅沙发上的时候 我打了哈欠 准备回房睡觉 手忽然被拽住 他将我拉到身前 迫使我半蹲下身子 指示着他 宝宝 你哭过了 温热的指腹 妈撒过我的脸颊 他的语气难得的温柔 不等我回答 他又含含乎乎地 开始自言自语 是不是我逼你结婚 你生气了 那我能怎么办呢 你非要跟我分手 还和别人相亲 我怎么可以看着你 跟别人结婚 明明你也不是很喜欢 那个死娘娘腔 你都能跟他在一起 为什么就不能 重新跟我在一起 为什么呀 脑海中莫名地 回想起骆雨飞的话 他说 在我走后 徐月舟跟他妈妈说 要么跟我结婚 要么他这辈子就不结婚 徐月舟妈妈很无奈 只好给了他一次机会 如果他这次 在阳城 能靠自己的本事 创业成功 就不再干涉 不然 他吃着家里的 喝着家里的 没资格喊着自由 自由是需要条件交换的 这种情况是我不想看到的 我探声道 徐月舟不值得 你没必要这样 所以你死都不会相信 有人会这样爱你是吗 等等 怎么有点不对劲 我一把揪住他的耳朵 问道 你小子到底醉没醉 果不其然 徐月舟的神色一变 当即挪开了视线 不自然的小声道 醉了又又又醒了 其实我也没喝多少 非姐骗你的 好好好 眼见我要发火 徐月舟赶紧抓住我的手 又理直气壮道 我没喝醉的时候 你对我总是凶巴巴的 刚刚你给我擦脸的时候 还偷偷亲我了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就是放不下歌 是 我亲你一口怎么了 我亲的人多了去了 亲一口就得结婚 那你可得排老长的队了 既然清醒了就赶紧滚 别赖在我家 我装作要把毛毯收起来 徐月舟大概是被我的话祈祷了 还真就一个机灵地 从沙发上跳起 好好好 你要气我是吧 老子现在就走 谁稀罕在你家待 大热的天 空调也不给人家开一个 苏启文 你就抠巴你 老子走了 可别追往 别让老子看不起你 两个小时过去了 我在床上翻了个身 寻思着人怎么还没回来 以前我俩吵架 他离家出走的次数就挺多的 没两个小时就回来了 还给我带夜宵 主要是徐月舟也没带身份证 开不了房 能跑哪儿去 总不会麦当劳做一夜吧 我想了想 拿起手机给他发去信息 徐月舟 你跑哪儿了 我找你半小时了 街上路灯坏了 好黑啊 我有点怕 很快 他的信息弹了出来 少来 我他妈就在门口蹲着 您出门了吗 我请问 莫名的有些心虚 我只好回复 行行行 算我错了行了吧 快回来 大晚上的别乱晃 回头吓着邻居 显然 我罕见的低头 让他的肢冷了起来 语气又开始嚣张 我不 凭什么 你说回就回 你认错了 我就得原谅 不是 那你想怎么样 徐少爷 您说 来门口接我 老子没你家钥匙 结果我刚打开门 就见徐月舟 嘴里啃着一串唐人 手中还拿着一串 他自顾自地进了家门 大啦啦的坐在沙发上 顺手将手中的那串递给了我 刚下楼逛了一圈 随便买的 我拿起一看 才注意到唐人写着徐月舟三的字 果不其然 他嘴里啃着的那串是苏启文 本来这串是给你的 谁让你赶老子走 还把我所外面 我太气了 看着你的名字越看越气 就自个吃了 有一瞬间的错觉 好像我和徐月舟一眼望到四十岁的生活 也是这样的 眼前这个男人 无论我怎么推开他 都会一而再 再而三 切而不舍地出现在我的面前 即便是我说过多伤人的话 他有多生我的气 最终却不过只是 咬一口写着我名字的唐人泄粉 或许 张天师算得没错 也或许 我真的可以 赌一把 徐月舟 你愿意嫁给我吗 什么玩意儿 等等 你在说什么 难道不是你嫁给我吗 行吧 但我没说 愿愿愿愿意 老子愿意 我说了 我一百个一万个愿意 你等等 虽然我不知道 你是不是刚刚在房间里 偷偷喝了假酒 但我要拿手机录一遍 你不能反悔 见他手忙脚乱地掏出了手机 我忍不住笑了 夺过了他的手机 按下语音备忘录 看着徐月舟 一字一句道 我 苏启文 喜欢徐月舟 想和他结婚 无论他富有 还是更富有 健康还是更健康 我都想一直和他在一起 至死不渝 徐月舟抬手掐力把我的脸 笑道 我 徐月舟 这辈子只爱苏启文 最爱苏启文 也会一直爱苏启文 我要跟他结婚 要跟他一直在一起 至死不渝 他将录音保存后 随手把手机扔到了沙发上 下一秒 轻声吻了过来 就在这个时候 客厅的监控里 传来一声咳嗽 我和徐月舟一个机灵 各自谈开 时间不不不早了 我先睡了 咳 晚晚晚安 第二天 我和徐月舟老老实实地坐在沙发上 和我妈解释了一切 当然 关于徐月舟的妈妈之前找我的事情 我没有提 但我妈显然明白了什么 苏苏 妈妈知道 因为之前的事情 让你对婚姻留下了不好的印象 又因为咱们家这个情况 比起小周他们家 确实差远了 你害怕我能理解 不过 小周都为你做到这个分上了 你要是心里也喜欢人家 那就大胆地去试一试给彼此一个机会 但是如果他们家让你一再受委屈 妈妈也不希望你为了小周步步退让 不要因为爱情迷失自己 但也不要因为畏惧 丧失了爱人的勇气 在我妈的建议下 我和徐月舟 还是和徐月舟妈妈见了一面 看见我俩是牵着手进的咖啡馆 徐月舟妈妈的脸色沉了几分 你们想明白了 你们俩现在在一起 我不会再给徐月舟一分钱 即便她饿死 阿姨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我能理解你是为了徐月舟好 但是我们俩在一起 是我们深思熟虑的选择 不是一时冲动 徐月舟妈妈冷哼一声 扫了徐月舟一眼 那是她现在还年轻 不知道什么是最好的 什么是自己最想要的 妈 在我心里 苏启文就是最好的 就是我最想要的 您都说了 结婚不是做生意 是 您做生意有一套自己的标准 会权衡利弊 计较得失 可我不是在做生意 我只是想和我喜欢的人在一起 您跟我爸就挺好的 我还觉得我爸配上您呢 你俩不照样好好的 你这孩子 徐月舟的妈妈 吃笑一声 沉默半上 总算松了口 你们现在倒是有情 饮水宝 行 反正你们爱在一起 就在一起 徐月舟 你的公司还在初创阶段 是和咱家总公司 共同承包的第一个项目 现在我不会给你投钱了 凭你现在投的资金 还达不到 跟我们公司合作的标准 一个月内 你筹不到剩下的 按规定流程 我会直接把你踢出局 不用一个月 我打断了他们的谈话 然后拿出了 我从未动用过的 小金库的银行卡 徐月舟将至了一瞬 她知道我自己有个小金库 也知道这笔钱 对我有多重要 当即就要拦住我 被我挡了回去 我所有的钱 包括当初 您给我的两百万 都在这里面 我陪徐月舟 跟您赌这一把 徐月舟的妈妈 显然也愣住了 在她的认知里 我这种家庭背景的女孩 攀上徐月舟 不是为了拿她当跳板 就是想寄生在她身上 你 徐月舟当场站起身来 她的把我的卡 塞回我自己的口袋 继续道 这是我跟您的事 我不会用她的钱 我会用自己的本事 告诉您 我有决心 也有能力 去为我自己做的 决定负责 钱 我一定会筹到 苏以文 我也一定会跟她结婚 我们今天就要去领证 除了咖啡店后 我看了徐月舟一眼 你不后悔 有点 要不你亲我一口 滚 那天 徐月舟跟她妈妈说的是气话 哪有分手的情侣 第一天和好 第二天就领证的 至少 也得半年吧 是的 我们在半年后领了证 在徐月舟的公司 和他们家公司 合作完成第一个项目的第二天 我们就去领了证 徐月舟自以为偷到了户口本 还沾沾自喜 其实她妈妈早在前一天 就给我发来了短信 户口本在主卧右边 床头柜的第二层 那个铁盒子里 让她冻进小点声 翻乱的东西 都给我好好摆回原位 徐月舟公司的首个项目 她妈妈不仅是为了考验 我和徐月舟的感情 也是为了看看 她自己离了家 到底能走多远 拿下这个项目 徐月舟最后没有用到我的钱 她把自己名下的跑车 和房产都变卖了 还拿菜刀架在 她那群哥们脖子上 逼他们当一把天使投资人 总而言之 项目总算拿下顺利开展了 这半年 徐少爷也算是狠狠地 跟着我一起体验了 把民间疾苦 他拽着我去领证的当天 天还没亮 我哈欠连天 被他塞进了车里 怎么着 民政局搞活动 第一对领证的送鸡蛋 徐月舟开着车 顺手将我身上盖着的小毯子 提了提道 你懂个屁 今天520 人肯定多到不行 咱们必须当第一个 别人排不到了怎么办 你一天天地 能不能对咱们的事上点心 点心 什么点心 徐月舟白了我一眼 无奈地打开了 副驾驶的储物柜 里面是他早就准备好的 爆师傅糕点 我他妈就知道 你给老子吃完 要是赶剩一口浪费粮食 我就给你灌进去 直到最后真的领了证 我还是觉得有点不太真实 徐月舟 咱俩 真的 领证了 正拿着结婚证360度拍照的徐月舟一听 瞪着眼睛看我 不是吧 你什么意思 你不是想要反悔吧 我跟你说 证都领了 我朋友圈都发了 你跑不了了 他从身后将我一把抱住 在我耳边小声警告道 苏启文你要是敢使乱中气 我就咬死你 徐月舟话音刚落 我就抓起横在我身前的胳膊 巴唧咬了一口 他嘶的一声 倒吸了一口冷气 我转过身 抱住徐月舟的腰 正正道 没做梦 他乐了 掐住我的脸 笑道 我看你是真的没睡醒 攒领证了 苏启文 你是我媳妇了 胸口闷闷的 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滋味 从懂事起 我就没设想过 我会结婚 更没设想过 会跟什么样的人结婚 看着眼前的男人 胸口的酸涩涌上鼻头 我莫名地湿了眼眶 徐月舟慌了 赶紧俯下身来擦我的眼泪 结果越来越多 怎么哭了呀 我不咬死你行了吧 你使乱中气 我也不咬你 我又忍不住笑出声 点起脚来 搂住他的脖子 在他耳边小声道 徐月舟 你 你人还挺好的 那可不 你要是真敢对我使乱中气 是你的损失 难得有一次 听见他见兮兮的话 我不想揍他 而是跟着附和道 你放心 我不会使乱中气的 我爱死你了 我这一辈子都要赖着你 徐月舟的嘴角压不下来 但还是故作镇静地 将我塞回车上 行了 也知道你的心意了 趁着徐月舟凑过来 给我系安全带 我在他脸上亲了一口 明明都在一起那么久了 但他还是蹭了一下脸红了 你你你 女流氓 等回家了 我再收拾你 放马过来 等等 徐月舟的脸怎么越来越红 这车速怎么越开越快 这人还真是猴急猴急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